嗨喲了世紀天天中心 大家好我是LAYO 今天來看瑪雅人對上高冕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四湖地圖 OK最近我終於搬家搞定了 很有可能明天開始就會回歸兩部影片的更新頻率 這場比賽我們趕快來看一下 這個是Wild瑪雅對上Rype的高冕 我是覺得蠻值得一看的 那我們來介紹一下瑪雅這個文明 瑪雅這個文明的最大的特色是 開場的村民樹會多益村 會讓你卡人口的關係 所以一定要去點這個織布技術 所以它的文明特性有點像哥德中國 這種類型開局就可以點織布技術 然後去讓你的黑暗時代 不太會被對方的弱馬給抓掉 或是被野豬大象給頂爆的一個問題 新手們可以稍微去考慮一下這個部分 如果你真的很容易被大象頂爆的話 其實中國瑪雅或者是哥德都是蠻適合你們的 瑪雅人除此之外還有石頭黃金野豬還有犀牛大象 這些肉類資源都可以吃得再更久一點 所以他在後期的經濟總體來說會比一些文明還要好一些 所以瑪雅人後期資源永續效果會很好 黃金兵可以打再更久一點城堡可以多挖出一棟出來 可能沒有一棟半棟左右吧 瑪雅人的弓兵又是特別便宜的 然後瑪雅羽毛劍射手 是這個跑得很快的弓箭手單位 瑪雅除此之外還有這個白血的老鷹 白血老鷹是非常難產的一個單位 主要瑪雅人還是打這個布弓兵為主 那吉兵跟老鷹為輔 那當然你要把老鷹當主要部隊來打也是OK的 但瑪雅的僧侶是比阿茲特克還要弱的 所以如果你遇到生頭戰術的時候 可能還是要盡量用自己的投石車 或者是老鷹去解對方的生頭戰術 可能會好一點 好那接下來看一下 Viper這邊選擇的文明是高緬人 那高緬人最大的特色就是他的益次元農田 可以不用放肉到TC裡面 就可以獲得利特的食物採收 這個能力相當的優秀 讓他的食物採集效率其實蠻高的 那高緬人的後期主要是打這個大洛馬 重裝騎士 或是毛相夫 奴炮相 或是奴炮 都是非常適合高緬人的 那高緬人他有個問題 就是他的攻兵系其實並不是那麼的強力 算是堪用 那主要還是會打騎兵路線會比較適合他 畢竟有這個益次元農田路線可以用 所以主軸還是打騎兵路線為主的 那高緬人他有個比較有特色的地方是 他的房子是可以躲村民的 所以在一些團戰地圖 或是在一些比較難防守地圖 有些高手們就會選擇高民去做一個簡單的防守 那這個效果讓高民人在團戰的出現率也不會太低 OK 那我們來看一下兩邊的一個地圖 那我們先看到 Riper這邊的黃金在前方 石頭在左邊 兩個黃金都在正前方 有點尷尬 黃金基本上沒有在後方的 目前看起來是有點慘 所有支援都在靠前方 後方基本上沒支援 只有木頭跟你做壺 目前看到YO這邊的支援點 主金在右側 附金在前方 這個看起來比Riper好上一點點 但兩邊都是偏正面的 但他有果子在後面 所以他前期的果子應該可以爽爽吃 不太會受到干擾 就算被受到干擾 有一定的時間可以去反應過來 所以這個果子應該是爽吃沒問題 但MIPER這邊的果子算靠前方 但他只要把這個魔法蓋在這個地方 就可以直接拉四隻村民 直接去吃這個鹿肉 吃完鹿肉再吃果子也是OK的 所以有Z就有B Z大於B 瑪雅這邊是打一個棒棒開局高棉 這邊是找了一個封建時代 五漁船開農 繼續出喔 因為這個虎是確定自己 是有這個掌握權的 那MIPER這邊可能是想要來一個 樹上城堡時代的一個打法 那高棉這邊是不需要任何的時代建築物 就可以升級上去 所以也有可能會打這個選項 但這邊看到三八棒過來 應該是速成也速不上去 而且也沒有這個市集 可以去做買賣 黃金也沒在挖 所以這邊勢必是速上去了 好這邊直接下了一個馬丘 然後鬼轉一個射箭場 然後把YO的棒棒全部卡在了這個地方 VIPER就是VIPER太狠了 這個手術 直接把三棒棒給圍死啊 好那這邊瑪雅是也慢慢轉出了自己的工兵單位 兩隻小工已經在路上了 好這邊看一下裝甲步兵 逐漸的被工兵給射爆 好肉馬過來 看到對方的配兵組成是兩工兵一槍兵 所以肉馬暫時不能直接上去硬貼 那這邊可能會再等一隻肉馬 五隻肉馬直接上去硬吃 好這邊也要先集火掉槍兵 而且這邊的槍兵數量夠少 不太會有那個 直接戳掉這些肉馬的疑慮 雖然會扣一點血量 但我覺得勢必還是要硬上 因為這邊精英會被騷擾到 其實會蠻麻煩的 好有兵就該上 好那YO這邊是補下了更多的槍兵 看到VIPER這邊的肉馬數量有點多 那VIPER現在最強大的特性 還沒有出現喔 世界第五二呢 得前期的魚肉是相當重要的 甚至比你捕魚喔 比你種田還要重要 所以你在這個時期呢 前期大概20分鐘前喔 魚肉是你的主要肉類來源 那上城堡時代之後3TC開農 只靠魚肉的話可能是很難升級 或是繼續開農上去的 好這時候再去補農田技術就可以了 所以以四虎的打法來說 不會那麼早去點這個一級農田 而是會去更努力的喔 去奪取更多的虎喔 去把這些魚肉吃乾抹近喔 會更適合這場土的打法 好那高棉這邊是補下了更多的小工 那VIPER這邊補了一個火戰船 火戰船在這裡已經補了一個 那YO沒有看到 這邊是繼續補了漁船 那這邊的部分呢是四隻肉嘛 還在囉 那YO這邊是有四隻攻兵 也在家裡防守 後面的經濟的是單伐木場配置 還有右邊的玻璃跟劍塔 整體看起來沒什麼太大問題 甚至可以說是 可以穩穩農上城堡時代喔 問題八大 但是VIPER這邊也是喔 經濟也是蠻不錯的 也準備要來升級了 然後右邊這個漁船呢 只能眼睛被燒 但被燒掉之前喔 有手動去放肉的樣子喔 細節細節 好這邊直接燒完 好那YO在右邊補了兩艘火戰船 這邊看一下肉麻 上前硬吃YO的槍兵 但YO的槍兵血量太多 攻兵來不及打 直接被戳掉了一隻肉麻 那VIPER這邊是決定要來升城堡時代 還補了一個一級挖石 好YO這邊升級稍微慢了一點點 好來慢個10秒應該是問題不大 這裡村民有些被射到 再發呆 好來這邊暫時 哇喔這裡槍兵沒空好 哇被射掉一隻槍兵小虧 好這邊看到肉麻過來 槍兵往前 不錯下面弓兵對射 VIPER這邊損失了兩隻弓兵 哇喔這邊的弓兵配置喔 配得很好 直接射掉了這些的數量 弓兵數量只剩下三四隻了 壓力變得很小 好那高敏的上城堡時代 跟瑪雅打弓兵不會有太大的優勢 畢竟人家減免非常多 那自己可能還是要轉騎兵路線 或是直接鬼轉戰馬 也OK的 因為高敏的有三級射跟三級弓兵鎧 所以打起來還是打戰馬兵會更優秀一點 打瑪雅的話 那如果你打瑪雅只出戰馬兵的話 老鷹勢必會出來 所以還是後期要搭配一點奴炮啊 或者是重裝騎士喔 進行反制會更好一點 所以純戰馬路線只是暫時的 暫時城堡時代 讓你防守3TC堪龍的一個好選項 那主要打法呢還是要配大象 還有這個重裝騎士喔 會更適合一點 好 那左邊的四級補了下去 這兩隻兵應該是沒有要跑了吧 這個就騷擾到底了 這搶走也是來不及 直接不空 右邊的海戰部分呢 Wiles已經開始反擊了回去 MIP的兩艘魚船可能也會有點難守住 但還可以騷擾一艘戰船還不錯 這裡還補了一個自爆船 那MIP右邊沒有再繼續補下自己的戰艦了 看來是要放棄右邊的魚群了 MIP在左邊 一隻村民蓋寶 直接蓋到了人家屁股的後方 OK 一升級到城堡時代的MIP 點下了青騎兵跟戰毛兵的升級 直接升級城堡時代兵種 好 戰毛兵直接點下了一級防跟二級射 OK 騎士的移動速度也點下了 好這邊戰毛高打低 直接收掉了一隻奴兵 Wiles健壯直接回頭 掉頭就走 好 那Wiles也點下二級射 那Wiles這邊有個分支喔 他這邊要先開TC 還是要先下大學喔 他看先下大學 因為他也沒石頭可以下TC 當然他也可以用買賣的方式 買賣商經濟嘛 我們講過喔 所以這個部分 Wiles沒有打算要來先商經濟的 好 看到對方是肉麻開局 修道院補在了前方 但後來取消 轉了一個軍營 因為你轉生女是打不贏 輕騎兵喔 戰毛兵也打不贏喔 但是可以減生物 那Wiles這邊直接被控住了金礦 只能先破轉出的軍營出來 後方攻兵窯繼續出 那這裡軍應該是要轉老鷹啦 這邊不轉老鷹的話 恐怕是打不贏對方戰毛病了 當然Wiles也可以轉戰嘛 但這邊投資的成本很會太大 而且沒有太多的激動兵喔 可以去做騷擾 好 Wiles在家裡直接補了一個弩炮 但是被Wiles直接射掉 Wiles這邊的進攻也是給Wiles到理解壓力 但高明這邊是直接3TC開農 龍艇技術牌沒有補 火炮開始在串燒 但村民可以躲進房子裡 喔 彈在一出來想要卡住 但來不及 這邊手術失敗 想要再夾 但沒有夾成功 村民再出來 哇 Wiles這邊想要拚手術 但是失敗了 Wiles直接鬼走往下 好 又左邊這根寶 終於蓋好了 哇 這個冠老闆 一隻村民直接蓋起來 這隻村民可以退休了 好 蓋完這個城堡 我就要去退休了 OK 家裡的戰毛兵 終於用老兵去解掉了 這個問題喔 暫時沒有太大的問題 好 工兵看到戰毛兵跟弩炮 還是只能先撤退 但是城鎮中心的數量呢 目前是由高免這邊領先喔 蠻啊 為了要去點這個彈道雪 跟大雪的關係喔 耗費了太多木頭 在這個地方上 而且這邊呢有300木頭 也不能去開TC 所以還是要去投資在這個彈道雪身上 喔 黃金 有點缺 這邊轉老鷹 彈道雪還補不下去 也還沒挖石頭 TC也很難蓋 哇 這邊一個奴炮像 開始燒牢 直接挖穿木區 奴炮像是城堡時代 可以挖穿木頭的單位喔 這是非常少見的 我忘記House欸 好像也可以城堡時代 還是奴炮像是唯一一個 可以城堡時代挖穿木頭的單位 這個是奇招啊 OK 把左邊的木區直接射穿 MAP這邊直接讓YO到了後方去伐木 這邊戰王兵海來追 但老翼已經出來 YO這邊補上了英勇士的升級 前線補了一個修道院 城堡中心沒有繼續補了下去 VIPER這邊打出了更多的村民喔 哇 3TC正常運轉起來 但還是有點少量斷村喔 這導致村民樹並不是這麼多喔 這邊奴炮稍微打一下 用自己的肉碼去解... 解老鷹 哇 解到頭破血了喔 這邊奴炮像還在當伐木工 我的天 奴炮像伐木工戰術 你敢信 伐木伐蟲欸 這個要一個一個點欸 先不要吧 這個再伐下去 可能加多少美了 YO已經瀕臨成架 但是好消息是 他沒有帶奴炮啊 或是工程器單位喔 進行拆除外圍的違建喔 那YO這邊打法了 才是比較偏騷擾性質喔 並不是要OE一波工程路線 單刀鞋還沒有補下去 雖然點了大鞋 當然一直找不到機會去補 這邊反而是直接鬼轉了一波老鷹爆 而擠了工兵 這個護兵鎧甲也補下去 工兵路線暫緩了一下 好 MIP這裡補下第四個城的東西 4TC開農 點了一擊農之後 開始撒農田 左邊的魚群補了六艘漁船 右邊是直接放棄 歐歐這邊可能要趕快補漁船 OK有在補了 好上方這裡也是繼續補 那每一個虎呢 都大概六到八艘喔 就差不多了 這個漁船喔 好左邊這個房子被打爆 裡面的臭敏直接被打噴了出來 高敏這邊是來到了82村對54村 Y這邊是擁有聰明樹量的劣勢 但軍事上面是暫時有贏過 看這遊戲就知道了 軍事贏MIP非常多 但聰明樹是非常的 烈勢的狀況 現在已經輸了32村了 有點 有點多了 好 YO在後方補了一些老鷹 好 狂飛一下 好中間這個城堡防守性質還不錯 這個礦呢可以守得好好的 目前這個組成 MIP要打贏 比較單純方法就是直接馬爆 轉重裝騎士 但MIP好像想玩奴炮像 炮像 炮像這個單位非常的昂貴喔 是覺得要量產出來 有點困難 好 YO這邊就去單TC 去爆老鷹出來 看瑪雅的城堡時代老鷹爆喔 其實並沒有這麼的強力喔 不像阿茲特克喔 量產速度夠快 但是到了帝王時代喔 這個白血老鷹喔 甚至我是覺得比阿茲特克的老鷹更強 畢竟死人是沒有輸出的 阿茲的老鷹增加到白血喔 這個生存能力跟那個 8加9老鷹喔 完全不一樣 這個阿茲的老鷹是三道老鷹 但瑪雅的老鷹喔 就不是了 沒那麼容易就雷纏 就 就外包GG 所以YO這邊可能要找個機會喔 去生帝王時代 然後打這個白血老鷹喔 好 這一波進來騷擾 viper並沒有損失太多村民 目前損失到了大概8隻左右吧 好 死了10村喔 白盆這邊是 來到了111村喔 後面差距快來到了一倍囉 YO目前呢 是還在單TC繼續農的 這邊漁船是稍微有補喔 稍微有補 那現在是57村對101村才對 我剛剛把這個漁船也鑽進去了 好 那高美呢順便是 把二級農田也補了下去了 這個農田科技喔 對這種肉類加成的文明喔 提早點下喔 這個加成是非常大的 那高美這裡打老鷹真的是有點難搞了 因為這邊出了太多的城鎮中心喔 防守來說 需要大量的騎士超可能擋得下來 但是為了要讓TC村民喔 不間斷的去踩 所以肉類現在暫時可能去按下其他的單位 好這邊老鷹繼續亂串 這邊老鷹飛得很麻煩 左邊這一坨奴兵 撞上去 中間這根堡 應該是蓋不起來 後面的村民還在蓋 老鷹直接在中間集結 直接放棄這根城堡往回撤 好聰明開始拉近喔 YL開始打到了一些經濟差距出來 好 這邊還在堅持使用 炮箱 好OK 奴炮箱直接把對手給逼了回去 好繼續串燒 哇這個串燒好有感 但是一旦散開來就沒感了 就換成viper要沒感覺了 完蛋 這一波衝進來 viper夾不住 死人又再撤一次 趕快躲到房子裡面 可以躲五個人 尷尬這根堡能够夾起來嗎 終於有斬出騎士來囉 但是二級的馬鎧才剛補下 OK二級馬鎧點下奴炮箱的防護率也會增加喔 他並不是施工兵的喔 這算是小小的細節 好那YL也是用招相來的奴炮箱 進行了軍事集結 全部的兵都舉在中間的位置 YL這時候補下了第二個TC跟第三個TC 開始給viper更大的壓力 viper但是寸數還有40寸的優勢 目前前方的軍力是非常劣勢的 而且現在連帝王世代都還點不下去 但YL的分數現在只落後了600分而已喔 我覺得YL的幾率 贏的幾率還是很有的 大家不要千萬覺得喔 這個差了40寸完全沒希望喔 其實現在的META也不是完全是這樣子的 當然村民越多經濟越好兵力就越多 這是理所當然的 但如果YL可以再用這頭兵喔 做到更多事情喔 偷到一些村民或是比viper 轉出更多單位來防守 只要他能讓對方一直出兵 然後自己也慢慢偷農上去喔 這樣就不會落後太多了 好viper這邊奴炮箱直接一個重新集結 讓YL這邊的老鷹呢全速爆開 好這邊用少量的傾斜兵去追貨方的奴兵 奴兵的血量只剩下一點點 好這邊奴炮箱自己要自己處理 好右邊補了第二個第三個城鎮中心 家裡的經濟狀況開始慢慢轉好了 90寸喔 好這根寶 雖然補起來了 但前面那根寶已經放棄 但這根寶重新就再蓋了起來 好讓家門口的高地比較安全喔 讓進攻這塊區域會更簡單一些 好 好viper這時候終點下了帝王時代 想要到右邊來拖挖金礦 但是這邊老鷹一直在追 這時候viper並不知道 這一塊地區已經被YL給占了下來 哇這場打得有點激烈 YL這邊還在繼續派老鷹繼續深追當中 哇 封量又回到25隻 OKYL在右邊蓋這根城堡 好viper有掌握到這個動向 那這邊儒號下能夠打贏這坨的老鷹壓制嗎 這裡YL直接壓了上來 損失了非常多的肉 肉麻 OKYL這邊是用大量老鷹壓制了viper的兵力 但viper這邊的帝王時代還有一分鐘 YL這邊要找個機會 也要點下帝王時代會比較好 但YL這邊的城堡很關鍵喔 這個城堡蓋下去之後 這個石頭跟黃金喔 TC就有效保護住喔 而且還可以直接從下方進攻viper後方的經濟狀況喔 還有這些魚阿 浮魚網這些東西喔 都有機會打得到了 對這個戰略位置喔 有空下來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喔 好viper這邊是升到了帝王時代 那YL這邊的黃金是稍微差了一些喔 也要帶他去奪取更多的黃金 才有可能升級上去 等到YL要城堡打帝王嗎 應該不太可能 純點黃金趕快上 好 YL這邊買賣了一些資源 賣掉了300木頭 換了200多黃金 還有200的石頭 好viper這邊點一下帝王時代 馬上補了三級馬卡還有增兵技術 YL剛看到了viper升帝王時代 馬上買賣一波上去 但這邊老鷹也沒有閒著 繼續往下給壓力 但這邊青奇兵沒有第一時間趕上 所以先補奇兵鎧甲的關係喔 所以現在打老鷹殺人並不是這麼的痛 但這邊青奇兵數量夠多 應該是打得贏 因為青奇兵還有血量優勢喔 80滴血 對上老鷹60滴血 現在是55滴 金瑞是60滴喔 好 好 那高免了 這邊是升級好三級馬卡 準備要來升二級攻 開始要轉一些肉馬 還是要先升大肉馬 600黃金的 考慮一下 先升大肉馬其實蠻香的 這個肉馬再加15滴血 結果先點下了彈道血 好 這邊肉馬想要去衝到瑪雅家裡面 搞一波田 好 這邊老鷹直接回頭反擊 怕掉了一些 最後還是夾不住 後面的弩炮像的傷害也是有的 好 現在VIPER也在多線燒喔 但是YO這邊防守其實蠻防守到位的 並沒有出現大規模的村民死傷喔 都還很接受 左邊這邊也是有掌握到VIPER的動向 右邊這裡終於VIPER的肉馬抓到了野外挖金礦村民 好 這時候VIPER點下了精銳奴炮像的升級 哇靠 馬來亞這邊也點下了黃金國 跟精銳英勇士 老鷹繼續打 沒有要放棄的意思喔 好這裡先補下了三級的 復兵鎧甲 奴炮像雖然有點多 好 精銳奴炮像血量來到310滴血 攻擊力來到11點 好化學也補下了 VIPER這邊是為了奴炮像去點了 化學可以增加這個奴炮一點的傷害力喔 還有這個投石車 好直接手撕 白血老鷹 白血老鷹 真的很坦啊 好 YO這邊村民開始被抓掉一些 好這邊老鷹來到了精銳英勇士 三級的復兵鎧甲也已經升了 三級攻也點了 OK終於要來到滿基底了 遇到這種情況 YO可能還是要轉一些槍兵會比較好 但如果轉槍兵出來 又會被奴炮像給射穿 所以轉老鷹打是最硬扛的方法 不能說是最優解 但是一個比較 萬解的方法 數量夠多的話 還是能解掉奴炮像 跟這個弱馬 好當然槍兵也是啦 但他有這個機動性的優勢 移動速度夠快 追著上對方的弱馬 好三級攻補下了 後方老鷹還在亂竄 如果是老鷹的話 就可以這樣子亂竄 給viper更多的壓Z 好這裡補下大弱馬的村級 終於有點受不了 這邊奴炮像 串燒 哇靠 直接串爛了大量的老鷹 老鷹只剩一隻數量 直接死去 好 YO的數量 來到了三四隻 就看是轉生鋁了嗎 發射弩炮像還是有點麻煩 按幾隻生鋁確實是 可以很好反擊回去的 喔 YO直接點一下工會制度 增加一下買賣的價格 優勢 不然這個價格太貴了 賣不下手 那viper這邊經紀人 已經來到見底了 只剩下九個人在挖金礦 直接鬼轉大弱馬 但攻擊力還沒有點 YO好像有機會 viper沒有點攻擊力 是一個天大的好消息啊 肯定是忘記點了 忘記點馬上補下 才剛偷嘴一下viper 結果viper馬上就 補了 看來心裡有離心裡點通 ID就很奇怪了 這個肉馬怎麼打老鷹這麼癢 不應該這麼癢才對的 好 這邊用個炮箱 夾上肉馬 硬夾住這一波 還是換到了非常多的老鷹 所以夾起來傷害還不錯 這邊我還是把老鷹給拉走了 右邊這頭奴炮箱 又想要直接引爆 好 奴炮箱攻擊來到 11加112點的傷害 邊走邊拉扯 打老鷹血量掉的很慢 因為高敏啊 他這個奴炮傷害是工兵傷害 所以打起來 這個打老鷹是有點偏抓癢的 11點傷害嘛 對於上老鷹的8點 所以你怎麼射奴炮都只有3滴血 串燒傷害下來可能也只有1滴血的傷害 所以高敏打老鷹像打老鷹 並不是非常優秀的選項 打奴炮可能可以考慮一下 並且是雙重奴炮嘛 對不對 來 斑奴炮可能會更有用一點 好 那高敏這邊是展出了 輪根技術 三級農也補了 然後肉類就可以補得更多 而且可以吃得更久 一次的農田可以更有效的有趣 好 奴炮在中間補了一個城堡 來防守家裡的被老鷹亂串的問題 好 當然這邊有兩個寸物 VIPER這邊要來直接大舉進攻 三級攻還沒有點下 好 這邊直接用肉馬去夾住這邊 完了 BBQ了 VIPER這邊是成功拿下正面的問題 但只剩下奴炮的話就打不贏老鷹喔 現在老鷹想打奴炮就打奴炮 後方又一坨老鷹衝人進來 VIPER這一波要防守很困難喔 這根城堡還沒有蓋好 還有10%才能蓋好 但VIPER這裡也是一個多項燒老蛋 這邊防守 防守非常到位 老鷹的機用器成功拯救了家裡的問題喔 哇 全部守住 凡是VIPER自己家裡BBQ VIPER這邊能夠修得回來這棟城鎮中心嗎 看起來有點偏難 放棄了 這邊還是要先打村民啦 先打村民就對了 這邊傷害村民的速度非常快速 右邊又來一坨洛馬 但洛馬沒有三級攻喔 所以打起來還是還行 並不會到完全打不贏 甚至是可以打贏的洛馬 攻擊一次9加4喔 13攻喔 洛馬只有7加2 甚至連死因攻都不到 那兩邊都是0防喔 0加3 0加3 但洛馬是不需要黃金的 好 這邊黃金被燒了一波 MIPER這邊說明書掉了有點多 來到了剩118村 然後這波直接回頭反擊 吃掉非常多的大洛馬 這一坨老鷹又飛了進來 右邊博力跟城堡 守住一下這裡 最後YO還是點下了疾病的升級喔 後面修道運也是被手撕掉 這裡轉出了巨型頭石劑 終於要來攻城了 YO這邊只要轉出大量疾病 往這邊擠一點射 這個射巨型頭石劑這個位置 這邊開始轉出巨頭攻城 只要拆除VIPER農田裡的所有城堡 老鷹就可以四處亂唱 這個應該就可以穩穩拿下了 那VIPER這邊則是要趕快提前發現 三級攻沒有點的問題 7加2的傷害實在是太低了 9點傷害 打老鷹只有6滴血 偏癢的 而且是100血的老鷹 所以要打上非常多的傷害才行 好 這邊大洛馬 直接硬上順利拆掉這台巨型頭石劑 但是老鷹也是被空在這裡 帶你槍兵趕快去補 對行頭石劑一定要在按嗎 現在YOW的黃金數量已經開始反超了VIPER VIPER這邊的黃金庫存只剩下100 但YOW還有800多 18人在挖金礦 那就是 瑪雅的資源永續打法 直接跟你抽到大後期 誰先斷金誰就先輸 這個遊戲 但是YOW呢 是蠻好的關係 黃金石頭 都可以試了再更久一點 後期的礦產資源的優勢 是不可忽視的 好 這裡 就想要再繼續 偷一下村民 有機會偷得到嗎 Minebot都會發現自己打不移的原因了 三級攻沒有點 這時候點下去 IOW機會拿下這場比賽嗎 好 老鷹繼續追 好 直接散開來 好 但後方也有VIPER的 VIPER的奴炮箱在做防守 YOW的老鷹也是從後面溜了進來 但農天裡到處都是城堡 要騷擾不是那麼的容易 但還是先把拼遠地方 趕快先圍了起來 好 讓這邊老鷹沒有地方可以逃 好 這邊 肉馬想要上去直接搜巨型頭斯滴 但是直接被老鷹戳爆了 這邊用城堡再去補傷害 這個巨型頭斯滴應該是能救的回來 哇 YOW這一波又賺了一大圖的肉馬 這裡至少都快有1000肉了 可能超過1000肉了 好 那左右邊的肉馬騷擾 YOW防守得非常恰當 都成功守下了這波的騷擾 老鷹這邊直接飛過來 後來也是有賺到一些村民 並不是沒有做到事情 MIPA的村民宿還是來到136村 村民宿還是非常多 好 MIPA這邊是點下了射箭場 受不了了 要鬼轉火槍了 因為高免他的工兵是沒有母子環的 所以算是攀用 而且打老鷹也不可能出到強奴 所以轉火槍確實是一個好選擇 當然MIPA是要放棄打奴炮槍 最終還是要回歸到火槍的路線上 哇這個串燒一直串一直爽 好歐瑪直接飛進來 麥亞人這裡點下了圍牆二級伐木 專瓦輪根技術 直接回補經濟可喜 YO沒有點二級伐木 可以打到現在 我的天 唉唷也是很有一套 四五套早就受不了了 木頭怎麼不這麼缺啊 要拉到四十幾個人 才可以應付老鷹爆嗎 不太可能吧 對不對 老鷹爆的話 木頭可能三十村就差不多了 你只是要維持肉類的數量而已喔 好那YO這邊 還是繼續打了老鷹 配上槍斃的路線 黃金還有快要一千塊 但MIPA這時候已經斷金了 MIPA這時候應該在想 奇怪了 YO的黃金數怎麼還有這麼多啊 永遠不絕的老鷹 肉麻這裡有機會 收掉巨型投資機 順利拆掉 巨型投資機 順利收掉了城堡 哇這根堡掉了非常關鍵 MIPA這邊沒有辦法轉出火槍兵 黃金沒有 該怎麼辦呢 那我就還是要轉火槍喔 喔這邊直接鬼轉戰矛嗎 打戰矛怎麼都打都是一滴耶 人家英雄師八滴耶 黑糖八滴耶 黑糖八滴耶 戰矛只有43加4 7點 完了 這一波大落馬抓到YO大量的伐木工 難道有機會嗎 但是有點走過頭 他還是有抓到一些村民 YO這邊村民數有點下降喔 只剩下九十幾村 YO這一坨老鷹貼上去 想要包夾 有機會嗎 後面槍兵追上 繼續包 VIPA最後一坨的奴炮像 在這裡 繼續拉扯 後面有個城堡 要不要收穿 增加一下城堡的傷害 好這邊老鷹非常巨量 不成功變成人 YO抱著孤注意止的心態 直接貼了上去 黃金也已經歸零了 兩邊黃金都歸零的狀態 但是VIPA是直接收掉了奴炮像 奴炮像 奴炮像開始打了一個 收奴炮像 開始益次元空間移動 好這邊再收 再用到另外一邊 這裡出來 哪裡老鷹掃 我們就放哪邊 奴炮像這裡可以再放出來了 哇 VIPA這邊好像會倒喔 這裡歪歪趕快回首 巨型投資機 還是被貼到 但是旁邊的槍斃很多 有機會嗎 VIPA了 VIPA差一刀沒有拿下 這個巨型投資機 難道是伏筆嗎 是一個巨頭 正毛兵 還差十下 哎呀十滴血拿不下 YO這裡 可以講那個字了吧 穩 怎麼輸 YO怎麼輸 好像打不贏老鷹的啦 哎呀 VIPA是不是玩過頭了 難不得不說 VIPA玩奴炮像的頻率真的蠻高的 也有可能是YO已經預料到了 這個VIPA肯定會打奴炮像 我就老鷹加槍兵爆 攻兵路線直接無視 有沒有可能 好像有可能 這種可能性 好像有 整個城堡人機沒有辦法 讓炮炮像在裡面繼續 進進出出了 這邊只能選擇撤退 高敏這邊是去攻城 這根城堡掉了 只剩下這根城堡 這個城堡 這個城堡我看效果也不大 因為外圍的農田喔 已經被衝爛了 VIPA的農田術 只剩下93個人在種田 而且沒有足夠的肉 可以去產出大洛馬 即使產出大洛馬 還有這麼多的槍兵要解決 如果你不產大洛馬 到此轉戰矛波的話 又會被老鷹給衝爛 現在是VIPA很大的問題點喔 OK VIPA這邊是 繼續按一些村民 想要繼續轉農 回農一下 看有沒有機會回農起來 當然VIPA的老鷹數量 還是很多 這裡還有20幾隻 繼續防守 右邊大洛馬也抓到了 VIPA的一些伐木工 這邊 似乎難得打到兩邊都快沒木頭 都要打到中心點來挖木了 捨身去挖木的一個狀況喔 當然步兵拆架速度還是比較快的喔 連槍兵有這個縱火技術喔 打成那中心血量都掉得很快的 VIPA這裡 最後只剩下少量戰矛 肉馬繼續按了出來 戰矛兵遇到老鷹 完全沒有辦法打 下方的程度中心也被手撕掉了 老鷹直接吃掉一些戰矛 戰矛收到城堡裡面 但是戰矛一小時其他 老鷹就轉移目標 開始攻擊村民 村民數量下降得非常快 YO這一波老鷹抓聰明抓得非常好啊 這時候VIPA終於搭出了聚聚 YO 藍轉出了369老鷹 VIPA轉出了392的大落馬 高明對上瑪雅 打出這種成績相當的不可思議 這個數量有點多 然後來看看經濟 經濟的部分 由VIPA拿到資源的勝利 這個總共是拿了13萬資源 YO資源輸了3萬 3萬多一點點 還可以逆轉勝 我的天 但瑪雅的黃金永續的效果非常亮 總共贏了快要快1萬黃金 讓YO有遠遠不絕的老鷹可以一直打 軍事方面是拿到1.26的KD YO這把真的是打得很驚險 因為他很明顯是經濟弱勢的狀況 但以經濟弱勢的狀況下 還可以逆轉勝VIPA 這一點是相當不容易的 好啦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囉 如果喜歡這部影片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